接下來讓我們來看難推動的汽車 摩擦力的大小與正向力成正比 汽車和嬰兒車明明都是四個輪子 為什麼汽車會比嬰兒車難以推動呢? 由剛才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 汽車在柏油路上的摩擦力 比嬰兒車在柏油路上的摩擦力還要來的大 因此汽車會比較難以推動 為什麼汽車的摩擦力會比較大呢? 我們可以就兩個汽車和嬰兒車的差別來進行討論 一個是體積,一個是重量 以下我們就來討論究竟是哪一個原因造成汽車的摩擦力比較大 首先我們先來探究體積和摩擦力的關係 首先我們進行兩個不一樣的實驗 那這兩個不一樣的實驗呢 它的控制變異像是濕力大小,物體重量,溫度等情況都要一樣 唯一不可以一樣的只有體積 因此我們使用兩個都是500公克的物體來進行實驗 我們施以一樣的施力都是1公斤重 我們去看它的摩擦力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兩個都會得到如這張圖所得到的實驗結果 也就是跟我們之前學的很像 那這個是這個地方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體積和近摩擦力,最大近摩擦力,動摩擦力都沒有關係 所以呢剛剛這兩個同樣質量 但是不同體積的物體他們擁有一樣的近摩擦力跟最大近摩擦力和動摩擦力 因此我們發現體積並不會影響摩擦力的大小 接下來我們來探究物體重量和摩擦力的關係 那我們使用兩個相同體積的物體 但是物體的重量並不相同來進行剛剛和剛剛類似的實驗 我們讓它的實力大小以及溫度都固定 都是一樣的值 那來看不同的物體重量對於摩擦力會有如何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得到如這個PPT中央所呈現的一個實驗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到500公斤呢 在這邊所得到的這個近摩擦力比較大 而這一個250公克重的物體 它的對大近摩擦力比較小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這一個500公克它的動摩擦力比較大 250公克的比較小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如果物體的重量越大越重 那它的最大近摩擦力就越大 再來就是它的動摩擦力也就越大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物體重量和摩擦力是有關係的 而且重量越重所受到的摩擦力就會越大 但是科學家們又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 他將物體放在斜面上來進行摩擦力變化的探討 他發現摩擦力其實並不是跟重量有關係 而是這個摩擦力對於這個接觸面垂直的力量大小有關係 那這個垂直於接觸面的力量我們就稱它為正向力 那這個摩擦力其實呢是跟正向力有關 那在剛前面的實驗當中 因為這個接觸面是水平的 所以呢它的正向力就剛剛好會等於它的重量 所以我們就會誤以為是重量和這個摩擦力有關 但其實說的精準一點 我們要講的是正向力和摩擦力有關 雖然物體的重量跟摩擦力有關 這也是一個正確的事實 但是在科學上我們就要講的更細膩一點 我們就要說是這個正向力影響摩擦力的大小 最後我們來進行一下腦力激盪 下列何者因素與摩擦力的大小有關 答案是珠正向力 由今天所教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 正向力與摩擦力的大小有關 而顏色形狀體積與摩擦力的大小無關 今天的課程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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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